飞雷是一种解放军创造的自制武器,它还有一个更加要名侠的名字,没良心炮,解放战争时期,解放军的火炮很少,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,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武器,用汽油桶做炮管的炸药包发射器。 这种有称炸药抛射筒的武器的主体,就是一个空气油桶,在器内填充发射药后,把捆扎成云盘形的炸药包放进去,然后点燃发射药,就能把10公斤的炸药包抛射,到150到200米的距离上。 这种武器口径绝对惊人,同有多粗,口径就有多大,巨大的炸药包产生的强烈爆炸冲击,所过之处,碉堡,人马都会被炸飞,许多被炸倒的敌人身上,往往找不到任何伤口,却七孔流血,是震死的。 弄清这种情况后,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,干脆称作没良心炮。 说到底,这种炸药包射筒,和200年前的重型旧炮,有着某种相似之处。 大洋角使用,射程较劲,但威力惊人,该武器对珠是用来对付敌人堡垒的,进而用以攻城,最后在淮海战场上大显神通。 这一威力强大的武器是近纪录与野战军第四宗队在1947年金南战役之后研究发明的成果。 没良心炮到底是怎么用的? 飞雷筒是解发战争时期,我军土法研制的一种弓兵兵器。 六名炮射筒,一般口径300到500毫米。 中原我军科纵队都有,但标准不同,口径个一。 该筒以发射炸药包为主,炸药包重一般十余公斤,大的有二十余公斤的。 射程达二三百米,爆炸威力远比一般炸弹大许多。 主要用于打击敌堡垒,也可杀伤敌步兵,因主要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人震死。 不许多被其杀伤的敌军士兵从表面看并无外伤。 因而在当时有土原子弹,没良心炮的叫法。 飞雷筒在影视中出现的不多,早先大决战之怀海战役中有。 后来集结号中出现了多个镜头,给人留下很深印象。 但可惜的是,后者的电影中那样的使用,却是一处硬伤,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用于一个单独打阻击的步兵连中。 首先,飞雷筒在当时,属于技术兵器,但又是土造技术兵器,安全系数不高,很难驾驭,弄不好会炸了自己。 所以它是工兵专业分队,才能操作的家伙。 在当时的工兵连中,每连也就那么四到六句,多了也不过八九句。 而且这个工兵连还不能干别的,就得专门诉口这几个大家伙,像影片中那样在一个主要任务,用于打足机的步兵连中配备那么多句。 绝对是不可能的,因为它不是那么轻易,就可以有一个步兵连完的转的。 何况这个连还只有四十几个人,就是玩得转,公司猴他,也就什么都不用干了。 其次,飞雷筒主要集中用于攻坚,少有用于防御作战的。 当然少有不是没有,也有用于防御的例子,但那是大规模防御作战,一般是旅或纵队一级的防御作战,由旅长或纵队司令直接掌握,由工兵单位操纵。 作为旅或纵队防御体系,的一个组成部分,绝对不可能加强到独立打足机的步兵连由连长指挥的。 退一万步说,即使加强到某一主要防御方向的步兵单位,那也但是整个的工兵连加强过去,不可能只把那几个大家伙,交给步兵连就行了。 而实际上,即使工兵连可这么做,也不会有哪个步兵连长感谢,因为他们似猴不了那玩意。 第三,飞雷筒在发射时,要在下部安置大型坐板,或将筒身大部埋在土里,才能吸收那强大的后座力,并保证射击的安全和准确。 你想呀,能够把十公斤,二十公斤,甚至更重的炸药包送到几百米远,那后座力的有多大,岂能随随便便写招,放在地上就可以发射的。 影片中那个放置法,有点糊弄小孩子的感觉了。 相比起来,这最后一点容易原谅,因为影片中表现的基本不是特性,一会儿就过去了,不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,但前两点却是致命的。 或许是骨子的连长私自制作的,而不属于部队配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